擔任公務人員的周先生平常工作繁忙 甚至需要24小時待命 但公司卻有不成文的內規 加班不能換錢只能補休 但就算是休假 訊息電話還是不斷 高壓狀態持續兩年 最後他選擇離職 我那時候是在連鎖的醫療產業 上班當公務 因為公務這個職位就是比較特別 可能現場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要趕快去立即性的去協助 然後去協調 那像是可能下了班之後 像營業的地方都會 晚上關門都會有保全系統 可能保全系統斷線 或者是裡面的消防系統 增煙器等等 突然可能有警報聲有響 那都會跟我們去做聯繫 那可能有時候是睡覺 或者是半夜凌晨這樣子 那我們接到電話 就馬上跟現場單位的主管 或是店長這樣子 去跟他們做聯繫 然後請他們去現場去協調去處理 然後去排除狀況是 是誤觸呢誤發 還是說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公時比較長 但是基本上 不能選加班費 只能換補修 那基本上 我們事情就都已經很多 都其實都做不太晚 然後 帶領人制度也不是很完善 就變成說如果我們真的請假的話 事情就記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安心休假 因為回來之後就有一大堆事情 等著我們去處理這樣子 週末放假時會擔任街頭藝人的黃先生 目前是製造業生產線小主管 在公司累積15天的特休 卻無法自己安排休假 有假請不得 又時常得加班 讓他身心俱疲 一個禮拜要加四天這樣 然後 就是每天都要加到九點才下班 其實蠻累的 然後本身其實就是有在做表演這樣 其實就是 就是其實身體會很累這樣 有時候就是很想要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就是因為 我們公司的人力比較吃緊 然後就是比較很難休 對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次有機會是因為 確診的時候 就是公司也會怕被會傳染給同事 所以就是 就那時候剛好可以休一個禮拜這樣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你只是想休息而已 就是 大家會覺得說他們 每個人都是 都一樣在上班 然後加班 為什麼你可以休息這樣 在成衣場擔任業務的賴小姐 因為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請假 剛好同事確診 老闆請了他不准假 但最後賴小姐還是請了假 返回工作崗位後 老闆便經常借顧刁難 我們那個組裡面有兩個同事 就是我跟另外一個同事是一起負責的 然後有一天那個同事就確診 然後他確診他就請假了七天 但是我已經有提前跟老闆請假 我說我提前半個月 我說我那一天有重要事情我一定要請假 然後半個月前他說好 然後因為我另外一個組的同事他確診 然後他剛好在我要請假的前一天 請假那一天才回歸這樣子 然後我老闆就說不行 不能請假 然後我就問他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沒有就是面對面的交接 我就說我會線上跟他交接好 他就說不行 然後他就有一點語帶威脅的 然後剛好旁邊他有客人 就是我們公司他就會就是 請客人在旁邊泡茶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現在有客人在 然後他就請客人一起聽看看 然後他就說 他就問我說你覺得這樣子合理嗎 然後就說 我年輕的時候都沒有這樣子 你自己要不要回去想一想這樣子 後來就是有一點刁難 就是像我們公司就是要掃地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擦玻璃的 然後他就說 他年輕的時候玻璃就是擦得很乾淨 什麼的 然後每天就來跟我說 為什麼你玻璃都擦不乾淨 這是我們的門面耶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來工作的 不是來打掃的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有六成七上班族 曾經因為請假而遭到主管質疑或刁難 主要原因在於部門人手不足 會加重同事工作量 以及主管個人好物等 還有52.8% 認了臨時請假有困難 原因是擔心被貼上黑標籤 至於兩個禮拜以上的長假 有84.3% 坦言不曾請過 臨時請假最困難的產業排名第一的 就是媒體業還有金融業了 至於請假最容易被刁難的產業呢 則是傳產製造業 好跟我們疫情之前相比 其實當時最難請假的產業 臨時請假的部分 第一名同樣是媒體業 至於請假最容易被刁難的產業呢 則是運輸 還有這個傳播之類的行業 但是呢 對比今年的結果 最難請假的第一名是傳產製造業 所以是有一些落差的 那另外其實 近年因為缺工的關係 像是今年第四季缺工的情況呢 就增加了4% 職缺數比去年同期是增加的情況之下 也讓員工想要請假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曾仲威表示 依照勞基法第43條規定 員工如果有事必須親自處理 且理由正當 就有請試駕的權利 雇主不可以任意拒絕 但上班族因為怕主管為難 還是會出現有價請不得的荒誕現象 記者林奇惠台北報導